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這是一個四次多項式 它的圖形 那這個圖形跟X軸有三個焦點 AEC 然後C這一點它是相切的 那這些點是-4、-1、-3 然後它說最高點是MM 然後跟Y軸的焦點是0 X軸是0 Y軸是負荷 那麼它現在是說 它要你這個 問說 A 這個方程式 LX等於0 有虛根 那我們看看 實際上沒有虛根 為什麼 因為它有四個根 這兩個 這個重根 所以這個FX 我可以寫什麼 寫成一個常數 這個常數它會小0 因為它這個四常數 環口向下 所以它的常數會小 然後呢 因為它 它 它有個根 就是 負4 所以 這個多項是 那個X加4 是它的什麼呢 音式 根據音式定理 就X加上4 根據音式定理的話 你這裡代負4 如果等於0的話 那麼代負4 這會等於0 它就X加4的音式 然後它也有X加1的音式 X加1的音式 那它也有X-3的音式 而且它是重根 所以這是平方 那這個重根 你可以怎麼看呢 你可以這樣看 就是說 然後呢 這個是3 比如說3加X和1 3-X和1 3加X2 當X1跟X2很靠近的時候 就相切 當X1跟X2接近於0的時候 那這兩點就非常靠近 這說是相切 如果它現在一個根把它看成兩個根的話 這個就是x-3加x-1 x-3-x-2 當你x-1跟x-2趨近一領的時候就變成相切 當它趨近一領的時候這兩項就一樣 就變成x-3的平方 也就是如果相切的話 這樣的話變成是兩個根,變成一個根 那這樣就有平方 好,那現在再來就是說 它還通過這一點 你把x帶0的時候 那y值變-2 也就是-2等於f-0 那帶0 就a乘以4 乘以1 那再乘以多少呢 -3的平方 那這樣a我就可以算出來了 a的話等多少 2122的4 928 所以是18分之-1 這a 那你這個多項是你就得出來了 就算出來了 -18分之-1 x加4 乘以x加1 再乘以x-3的平方 好,它說有虛根 這是錯的 沒有虛根 它有四個根 其中有兩個根是重疊的 就是重根 我們看看b選項 b選項 b選項它說 不等4 fx 大於等於0 這個不等4的解 那我們來解這個不等4 大於等於0 好,大於等於0的話 首先 我們看 因為它有等於嘛 第一個呢 x等於3 是它的一個解 x等於3滿足這個不等4 好 這是 第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的話 如果x呢 不等於3的話 如果x不等於3的話 這個就大於0 那我兩邊呢 就可以約掉 因為這是大於0 就可以約掉 因為這是一個常數 就可以約掉 那這樣我就曉得說 這是 那-18分之-1也可以約掉 加個符號以後就顛倒過來 也就是說 變成 x加4 乘以x呢 加1 這個小於等於0 因為我x平常它是大於0 如果不等於3的話 就大於0 大於0就約掉了 那約掉以後 再約掉一個負數 所以不等號就顛倒過來 那這個解就是x 小於等於負1 大於等於負4 所以呢 是這兩個解的那個連擊 就是負4 小於等於x 小於等於負1 或 或x等於3 應該這樣才對 這個太少了 它是說 負4 小於等於x 小於等於負1 還少一個什麼呢 還少一個x等於3 所以這個也是不對的 這樣我們看看呢 C選項 C選項 它說方程式 fx 減那個x等於0 等於0 減x等於0 減x等於0 它說恰有兩個根 那恰有兩個根的話 你就把它寫成這樣子 fx等於x 等於x 那這個等於什麼呢 等於呢 找什麼呢 找y等於fx 跟y等於x呢 這兩個方程式的幾 那y等於fx呢 是這樣的圖形 那y等於x y等於x的畫素 是這樣子 45度 這45度 這45度 這個圖形也是直線 這個圖形的話 是四字函數 所以它有兩個根 一個在這裡 然後一個的話呢 在這裡 所以它有兩個根 所以C選項是對的 再我們看看呢 這個第一選項 第一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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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說 fx 你給它處理什麼呢 x-m 它說它的余式等於n 這個對啦 根據余式定理 這個我們用乘法原理 fx 可以寫多少 寫三四 qx 乘以除四 加多少呢 加那個余式n 那我現在呢 x喔 y如果代m的話 它y座標是n嘛 等於說你把它代m的話 y座標呢 等於n 就是說 它的余式就是n啦 就是說 所以這是對的啦 我根據余式定理嘛 你這個x給它代m的話 那y座標是n 所以這是對的 好 讓我們看呢 E選項 E選項它說 對於任意的時數x 對於所有的x 那mx呢 它說小於等於n 這個對 為什麼 因為n的話是整個函數圖形的最大值 最大值 它的最大值 就是說整個函數圖形 都是呢 在這個最大值底下 整個函數圖形的話 都在y等於n 這條直線的下面 所以這也是對的 所以大家應該選cd1 好幾個